臺鐵還有北中南捷運列車 近期都發生 被不明人士塗鴉的情況 臺中警方鎖定終結的塗鴉 險犯是兩名外籍男子 不過他們已經打擊出境 將會由檢方來發布通緝 兩人熟門熟路的 在臺中市的巷道中穿梭 並且六度換裝製造斷點 臺中捷運列車二十四號遭到不明人士塗鴉 警方在動員四百人刺警力 與過濾一百五十組監視器後 三十一號確認是二十二歲 德國籍與二十歲捷克籍男子犯案 他們非常的狡猾 搭車 下車的點跟捷運站 是有一段距離 他們沿途就是一邊走 然後一邊來進行換裝 警方表示這兩名塗鴉客二十二號持歐盟觀光簽證 從香港搭機來臺 在桃園國際機場入境 二十四號晚間八點五十二分入侵 終結高鐵臺中站違規處犯案 塗鴉過程不到十五分 隨即搭乘高鐵南下高雄 二十五號北上搭機離境 他們預先準備噴氣罐等作案工具 並且輪番以步行搭乘客運 計程車等方式移動 還在巷弄草丛中換穿西裝 運動服甚至女裝來變裝 手法相當熟練 總結則強調會加強巡邏監控偵測系統 並對犯嫌求償 後續會評估在該區域裡 來加裝紅外線侵入偵測系統 另外會就設備修復跟列車刑洗費用 求償七萬元 由於台鐵北捷與高捷近期內 也有車廂遭到塗鴉 警方不排除是同一集團所為 將提供偵查資料給北高市府 過濾分析 確定關聯性 全案依涉犯刑法毀損罪 大眾捷運法等罪嫌韓送 台中地檢署偵辦 將由檢方發布通緝 記者 台中報導